記憶還是超清楚的耶 就是以前我的舊家我住在七樓 然後就會打電梯 然後我不知道那個是做夢嗎 不對我覺得我那時候沒有在做夢 我是進電梯之後呢 我們按那個電梯 然後電梯打開門之後 我確實真的是 確實是真的到我家的樓層 但是打開的時候不是我家的樣子 是一個很斑駁的那個樣子 就有點像沉默之秋那種 都有一些灰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想說 我就退回去電梯裡面 好恐怖 我現在想起來是覺得超恐怖 就感覺這地方是 好幾好久好久好久之前 然後的一個非常老舊的地方 但這可能就是 就是我家的這個 這地的就是我家 但這個不是我家這樣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我不能進去啊 的那種感覺很恐怖 然後就退回電梯 之後覺得超級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然後之後再把電梯 關起來然後再到一樓 然後再打開 再打開之後那個一樓 就還是一樓 然後覺得很可怕 心臟跳超快 心臟跳超快 然後後來就想說 不然再搭電梯上去 看看好了 然後再搭一次回去 又正常了 然後就覺得說 嗯 那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在做夢嗎 還是 還是怎樣 但是那時候的 那一刻會覺得超級可怕 好 好